时间问题还有最后的两个问题 其实想问到你 这两天网上出现了降噪了20次以后的视频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你看到这个视频了吗 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本人也做出了毁灭 看完之后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太无聊了 因为他们去 这个视频的话我们是五个人一许去的 而且是 那时候是那个什么12月9号开始出发 到12号我们走了三天才出来 我们当时有五个人 五个人一起同时都已经出来了 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出来之后还见过他家人 他们又意思 他们在那边就已经遇害了 遇害了之后的话是 然后我现在他再说 他掉下去什么之类的 那完全是太无稽之谈了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个事情的话 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 包括任何我们住的酒店 宾馆这些 我们是19号确实是到了家里去 并不是说在那个9号到12号之间就出事情了 你们是五个人一起去的 在出事的事发当天 你们是有几个人和王将军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地方吧 对就是出事的那个地方 我跟他两个人当时啊 因为那个视频为什么要到19号才发呢 像抖音上面发库存的视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呢 我们库存的视频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一次我们再去山里面没有信号了 我再把这一次把上一次的库存给发出来啊 所以说发的是库存的视频呢 他们把库存的视频 一看就知道吗 这种明眼能 一个星期之前拍的视频 他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当时你们是五个人都在一起 那肯定啊 那我们都在一起 而且并且我们全部都出来了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 但是这个视频里面只看到了他一个人呀 我们五个人上那个洞的话 比如我进去的那个洞里面对不对 我会跑出来啊 他进去的时候他又跑出来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在那个洞里面想录个视频 录完之后再出来啊 我们就在洞外面等他呀 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而且我视频里面还有我们当时三个人一起在那个洞里面录的那个视频 也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 他有的时候他自己想一个人静静的录一个视频 我们自己出来出了个洞 不是很正常吗 对不对 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而且去那个所有的路上面所有的那些 包括去内的那些人都有联系方式啊 都可以问嘛 我们一起都出来出来之后 我们还去了拉萨 还见过他家里人 嗯 见过他弟弟 包括1718号我们都见过他弟弟 那当时你们有没有聊过什么呢 那天你们几个人在一起都在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当时的话就聊路上面的风景呢 还能聊一些什么话题啊 就不是聊路上面的风景 嗯 还就是聊聊的话 就是说前面的冰川的话 看见那个冰冻的话 有没有更好看的 更有意思的 更有趣的 就是想探索大富然的那种 就聊得住这些 嗯 好 谢谢小佐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但是感谢你 嗯 不客气 就是那些无聊人要去吵乐度的 但完全是太无稽之谈了 经过网上这样吵拉一吵 也吵我也觉得他说那些话就是呼人的 他反正是说他没有说谎 我也只能这样吃滑液态度 我以为是拉绳子就很容易拉上来 但是我发现还是很难啊 觉得他很重 但是他很无耻 然后就说要不然把衣服脱了试试吧 因为他外面还穿了一件冲锋衣 他那个拉链好像就是冻住了 他试着即是拉不下来 我感觉把他拉起来的一点点 就是我再用一点力的时候 我就往下我也掉下去了 这个冰下面一点点 就水面下面一点点有个小耳朵 我就脚踩着这个小耳朵 拉手趴着这个地方 然后再插到这个缝里面插这个缝里面 插这缝一点一点上来的 我说你就沿着我刚刚这个上来的地方上来 我稍微带把手是绝对能上来的 我就拉三脚架还是又递给他 他那边的话往下滑了一下 三脚架就直接这样掉下去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体力了 觉得最后没有办法才去找个救援 那完全是太无稽之谈了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是五个人一许去的 12月9号开始出发 到12号我们走了三天才出来 出来之后还见过他家人 然后他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就故意去降噪 故意去找里面说什么流血之类的事情 就是那些无聊人家去炒热度的 落水的这条视频是9点21 实际事发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11点半 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 苹果手机在一些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地方是两天没有信号 可能就是这个拍摄的时间会有一点错乱 因为三脚架桶绳子这些东西 包括我哥什么都没找到 我当面提出过他反正是说他没有说谎 我也只能这样持怀疑态度 就请你说谎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刚开始还是觉得他蛮好的 又没去过又没看到他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过网上这样炒那样炒 也炒我也觉得他说那些话就是夫人的 他说网上的东西人多嘴杂 你不要相信他那些你相信我就可以了 因为我才清楚知道他是怎么怎么回事